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Danny 温力鸣 前几天我朋友就叫我,很严肃地跟我聊天 他就说,他发觉到我的Youtube应该中了什么Shadow Band 或者什么什么就语,或者有什么Virus 为什么这个view数那么差呢? 因为他认为内容不差,而且很多东西看 为什么会这样的,连200也可能上不到呢? 首先我要谢谢他,因为他觉得我的东西好 但是很多时候很难去解释 因为这个algorithm的东西,你没办法触摸到 我只可以直接地说,可能我的内容真的不太吸引 又或者我们马来西亚人,可能看的东西太广了 太多东西看了,未必一定要看你的东西 因为他在YouTube世界里面真的太多,很多正的内容 为什么要看你的呢? 我自己本身拍的东西,多数都是Dudoria 或者自己唱歌,Kawasong 甚至一些所谓的电影的一些小小难知识 我觉得不是大众人会喜欢的东西 都是比较Niche一点的 所以我已经开始不想再来YouTube频道了 反而我这些东西放在Facebook 又或者放在Instagram 它的反应会比较好些 反而在YouTube就不会那么好 我都明白的,因为在YouTube的群众 跟我们的Facebook群众不一样 YouTube群众比较年轻 又或者他们比较想选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因为YouTube就像一个Library 一个大书局 你要自己去找你自己想看的东西 那你就自然会找到你想看的 我的东西太Niche了,不是那个人都想看的 再何况我的东西是广东话为主 现在市场这么大 大部份都是看华语 所以粤语真的有差一点的 然后在Facebook 因为时间可能和我年龄的 大致上的人数 或者客户都是一样 所以他们会比较容易看得到我的东西 反而Facebook就像一个大市场 大广场 那些东西一掉下去大家都会看到的 爱不爱就由得理 所以会比较容易去接触到别人 所以我和朋友说算了 我都不会太在意 以前我真的很在意我的YouTube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断地推广我自己的YouTube 不断地叫别人订阅 订阅等等东西 现在我已经开始不想再浪费这个力气了 因为我发觉到任性地说 因为YouTube不疼我 我Facebook Instagram比较疼我多一点 我会想到为什么我要将一些力气 放在一个就不去珍惜我 或者还要我不断地讨好它 令它可以更多推广我的影片 或者我的内容在它的频道里 反而另一个频道或者另一个channel 会更加珍惜我 我的群众也更加集中一点 为什么我不放一些力气在那里呢 所以我已经开始半放弃状态在YouTube channel 如果有就有 如果有观众就有观众 没有观众的话我都还好 就不会有所谓的hut feeling 换句话说 因为可能大家的群众都不同 我的年纪比较大了 那些年轻的都不会在YouTube上搜我来看 我只可以这样分析 当然如果你想继续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也好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不是啊 这个YouTube channel可以帮你赚钱的 这个就是那个矛盾位了 很多人说会赚钱 对 不过在现在这个时间的话 这个时间位帮你赚多少呢 最多每个月给你打底的 可能就是一两个三四个这样 这些是对我来说很不划算 完全是很不划算的 比例好像不配合 我每个星期都不断去赚影片 一定要超过三分钟时间的影片 因为如果没有三分钟的话 他就不帮你计数了 他就不会给你钱 而我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做三分钟的东西 用了我整天的时间去做 只不过每个月拿回来 只有两三四针 没意思啊 反而我放在另一个频道 比如说我的Facebook也好 我的Instagram也好 至少那个比例 我想得到的成绩会更加好 为什么我要把时间放在这个YouTube那里呢 更何况 其实很多很多的YouTuber也好 或者一些content creator也好 他们的主要的income 主要的收入 都不是单单在这个频道里面的 是在外面的商家 或者一些什么什么配合 或者什么什么配合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要自己去接纳 或者去取写的东西来的 反而我拍照 或者我自己写一些所谓的金句 这些所谓的鸡汤的东西 反而得到回应更好些 我就会在想 为什么我还要浪费时间去做一些 我自己其实本身不是那么喜欢做的东西 反而拍照啊 或者写一些什么鸡汤啊 什么金句的话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来的 为什么我不花时间在这些 我自己本身是特别喜欢呢 生命太短了 没有浪费时间去做完自己本身 不想做的东西 这样的话 你过的生活会比较辛苦的 所以这个YouTube频道 不是说我会放弃它 我会全部东西都会同步一起出 即是在Facebook就会见到 在YouTube就会见到 在Instagram都会见到 我不会说特别 独加就给YouTube 然后呢 然后呢 先正慢慢几日后 就会交给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白痴的东西 因为呢 在这三个地方 那个群众都不一样 所以你不知道哪个会开 哪个会输 你不知道 这个好像一个赌博来的 所以我都会多一些 做我自己本身想做的东西 比如说唱cover啊 唱歌啊 做音乐啊 拍一些我自己想拍的东西 拍多一些相片啊 因为自己本身很喜欢拍照 还有呢 可能呢 可能就是分享自己平时生活 这些等等的 反而呢 我现在会多一些呢 就是留意多一些时间呢 放在我这个podcast里面的 希望大家去留意我的podcast啦 还有呢 多一些去点击我的podcast啦 令到呢 这个podcast可以去得更远的 我们很难得呢 有几个朋友 一起呢 做这个粤语的podcast 在马来西亚 所以 怎样可以不支持呢 所以大家记住记住呢 就是订阅啦 like啦 和share的 我们下一个podcast再见啦 拜拜